6月13日晚间在嘎那电影界掀起不少风波的韩国电影《玉子》 在韩国时代广场举办了红毯仪式 导演凤俊浩携手影厅主演第二达斯文顿 安瑞贤 崔宇芝 史蒂文远等出席红毯 并受到了韩国影迷的热力欢迎 当晚场边粉丝热情高张 第四次访含的主演第二达斯文顿 成为红毯上的一道靓丽风景 第二达斯文顿以帅气干练的短发现身 惊艳炫酷 一身修身长裙 尽显恶魔曲线 几位主演也热情与粉丝紧密互动 见面集合影留念 主演们在红毯上与粉丝大碗自拍不亦乐乎 现展气氛高涨 短短几十米的红毯主演们走了将近一个小时 另外凤俊浩导演的玉子在嘎纳电影节好听如潮 但也引起了更小的争议 因组委会此前曾宣布 从明年起不能在法国上映的影片 将无法入选嘎纳电影节而引发热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